接下來讓我們邀請另一位特別貢獻獎的得主 資深攝影師黃伯雄的頒獎人 簡曼書 來為我們引言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我是簡曼書 今年絕對是豐盛的一年 因我們觀賞的戲劇節目類型如此的多元 精彩動人 而在這當中 最能讓人感受到衝擊 速度與張力的 並且還能刺激食欲的畫面 就是出自這位男人的手 不管天氣再炎熱 他總是堅持不懈地穿戴厚如盔甲的沉重背心 身上連接著Steadycam與攝影機 輕盈俐落悠悠自在地穿梭在濕滑巷弄車陣人海當中 用那如同老鷹一般 敏銳精準的目光 為電視機前的我們 捕捉不容錯過的每一分每一秒 黃伯雄先生所參與的每一部作品 都放入了他滿滿的愛與靈魂 他用他的熱情與專業 為我們的影視作品注入了腎上腺素 即使拍攝工作再累 再辛苦 他依然用那如同孩子般天真燦爛的笑容 笑容裡還藏有兩顆可愛的虎牙 以及他那炯炯有神 發亮的圓眼睛 帶領著大隊歡心鼓舞迎接每一天的拍攝行程 他能讓時而緊繃 時而焦慮的拍攝現場 再重現生機 熊爺 我還記得在拍攝現場 個子同樣都很嬌小的我們 常常需要大家拿那個木箱來幫我們增加升高 而我們總是會會心理笑 因為 我們不是矮 只是不高 而且大家其實都不知道我們可以看到 很多人都不曾看過的風景 熊爺 你的付出我們大家都看到了 我們永遠不會遺忘 接下來讓我們看一段VCR來追憶 我們最敬愛的黃伯雄先生 熊爺 黃伯雄先生 十五歲就入行從事攝影工作 擅長一鏡到底 武打 飛車等各式拍攝鏡位 活躍在兩岸三地的影視圈 進入香港劇組 從穩定器攝影開始 學習香港的拍攝模式 深按動作場面張力技巧 並將其技術 能力帶回台灣 你就可以看到他在動態的攝影上面的研究 在還沒有出國訓練的時候 好像他的天分就已經在了 在香港的受訓以後 哇 他已經是大師了 幫了導演在力道上 或者是節奏上的表現 是會讓我覺得為之讚嘆的 Action之後 你就看到攝影機 跟著那個人一起這樣翻了一圈 超級有張力 在十五年前那個環境 當時沒有人會自己買器材 但是他卻花了三百多萬 買了自己的Static Cam 我們當時都覺得他瘋了 他的工作態度 用熱心助人的精神 感染了每個人對作品的執著 為什麼他比我小這麼多 我還是叫他熊爺了 有他在的話 現場會進行得非常順利 他就是帶著大家把事情做好 我很欣賞他這個風格 那很多的時候 都是敢拍的狀態 我每次都覺得 不行 我快撐不下去了 然後你就會看到一個人 非常有朝氣的在現場 衝來衝去 跑來跑去 那通常就是我們的攝影師 你就會覺得這個人很了不起 同時在拍攝現場 黃伯雄總是帶動大家的氣氛 不利於指導鼓勵 無私分享自身所學到的技術 你都可以看得到他在現場 他是怎麼去帶人的 有時候這個力量會感染 伯雄他習慣的焦點 雖然說有固定的 但是他還是會希望說 他每一支片可以帶不一樣的人 這樣子等於是他能把他的經驗 告訴給更多人 覺得有點心痛 因為我覺得他真的非常非常優秀 有一個這樣的partner 跟你一起創作真好 從海外帶回來的攝影技巧 提升了台灣影視的水平 熊爺 謝謝你 殺青了 我們現在有請特別貢獻獎得主 黃伯雄先生的夫人楊思雨 上台領獎 黃伯雄先生的夫人楊思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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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我老公一定有很多很多要感謝的人 但是我跟他說 你想感謝的人 198ação 清楚 然後其實是為了 黃都努 вас爺的 黃伯雄真的是一個很認真很努力的人 在台灣他是唯一一位攝影機拿最穩的攝影師 他的拍攝技術養壞了我的雙眼 讓我現在挑遍挑得非常嚴重 其實我很崇拜我老公 我很喜歡看他認真的樣子 但這些話我從來沒有跟他說過 因為我只在乎他 什麼時候回家 所以所有的主創 我知道你們有一顆樂血的心 但也請你們提醒 你們的另一半在家裡等你們回家 愛要及時 最後 懇請所有的資方 所有的演員跟工作人員 就像你們的孩子一樣 請好好照顧這些樂血的孩子們 請你提醒他們 好好地做好前置作業 不要邊拍邊改 到了現場改了又改 請您督促他們 不只是科技的進步 思維也要跟著進步 請善用科技打造最良好的環境 請您強制他們 確實準備好了再開機 期許有一天 長官們可以撥一點點的預算 去實質地幫助所有工作人員設備上的安全 以及符合現場需求 各式專業的介護人員 以達到確實的協助 因為不是每個資方 因為不是每個資方都願意對這些項目花錢的 所以 懇請所有的演員工作人員 對於高危險卻沒有確實準備好的工作現場 不要再默默承受 請勇敢說不 請集體說不 黃伯雄愛你們 請你們帶著他的愛 他的熱情 他的呵護 他的善良 他的分享 他那最燦爛的笑容 繼續拍下去 謝謝大家 再次謝謝特別貢獻獎得主黃伯雄先生 對台灣影視產業的貢獻 也謝謝他的夫人楊思雨女士 以及謝謝頒獎人檢曼叔